日本的共同社最近很嗨 6月12号发布了讯息 有没有 哇 三航母同框 看到没有 日本推文 在推文 难得一见 三航母同框 6月7号到10号在冲城东部还有东海海域 进行航母化改装的这个初云号 跟美国两艘雷根号 尼米兹号 有没有 三航母同框 日本嗨翻了 释出这个照片 另外呢 世上法国的这个海军护卫 已经洛林号也参加了这个 这个军演啊 好 亮哥谈一下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自卫 日本自卫队好不好 我们看到这样推文 这个引发了热烈关注 你知道对面是什么吗 它的对面是中国跟俄罗斯的 空中战略巡航 对 对 那还有那个海军 双方也都出了舰艇 而且都出了那个战略轰炸机 所以我跟你讲啊 这个对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因为它聚集的力量就是美日集团嘛 然后还有中俄联手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空前的对峙啦 不过是各玩各的啦 那我觉得日本那个美国只是说我出两艘航母啊 来跟日本做个宣示啦 撑你一下啦 不过日本 因为日本真的介入 俄乌战争介入太深了啦 因为美国最近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故意在害日本 因为美国那个 每个月的生产的那个炮弹数啊 对 那只能够让乌克兰撑三天啊 所以它不够 结果它要跟日本买TNT你知道吗 结果俄罗斯就跟日本讲说 你如果卖美国 你就四同参战 俄罗斯最近对日本非常 非常的不以为然啊 也包括日本都帮美国垫钱嘛 付了很多钱给乌克兰 那所以俄罗斯最近也做了很多动作啦 比如说让中国的工程队登上库业岛啊 那个日本经营了三四十年的 沙哈林群岛的天然气工程 交给中国 我看未来可能就交给中国了 好 还有一点点时间 稷拉时再把这个日本再讲一下好不好 日本发布的这样照片 引发了无穷无尽的联想 当然日本过去一两年 被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联合舰队 绕日本这个绕一圈 那中国大陆现在 常常也有军舰 中国它的北部那个清津海峡 还有下面南部的大鱼海峡 两个虽然都很窄 可是日本自己把它改成国际水域 所以这个人家舰队走 没有违反日本的 没有国际公法 所以这一次日本的防长 跟这个李尚福在新加坡的时候 就对这一点 对中国大陆提出强烈的抗议 那就说你为什么要跟俄罗斯一起联手 那最近 所以我觉得日本这个做法 就把这个美国拉进来 再把他小航母 小航母已经塞进去 就是不示弱 那么也表示说 我反对我还是有实力 老师我想特别谈一下这个 其实大臣怎么看 印度也有双航母 印度也有双航母 印度最近时尚规模最大 6月10号在阿拉伯还演习 规模最大的武力展示 就是这个双航母 不得了 这个超日王号航母 还有新入列的这个维克兰特号航母 演习的重心 当然其中也包括 他们也有舰载机 谁说没有 有反潜直升机 预警机 35架舰载机 那算一算一只航母 大概是搭载17到18架的这个战机 那当然我们也做一些比较 这体域大陆有很多的军武迷 就立刻拿出来比较 比较顿位 那比较舰载机等等 季大使怎么看 其实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航母 你去研究一下 泰国以前也有航母 对 然后这些 这些意大利也有航母 西班牙也有航母 很多国家都有国航母 那日本他那艘航母出云号四万顿 他问题 他飞机不能起降 他原来是直升机母舰 那后来因为有F35垂直起降以后 他就变成了 号称是航母 他有过四万多顿 那当然这个印度 这个是属于中型航母六万顿 那就是说他双航母 不过这两艘航母 基本上你看他也是比较老式 他是属于弹跳 弹跳轨 弹跳的 那他什么时候 这个弹跳就表示他这个 基本上他的那个起降 会比较好 没有办法 跟美国的这种弹射的 那种轨道来对比 那中国大陆现在有的两艘 再服务一两艘 也是这种弹跳弹跳式的 那中国大陆第三艘 第三艘已经是所谓的 电池 电池弹射了 那个基本上就是说 他可以弹射的力量 比较力道大以外 他本身他可以省很多空间 比你那个蒸汽弹射的 还要省空间 然后呢 他的起降效率会比较高 所以基本上 我看这个印度这一艘航母 我觉得他让我最感觉 有一点意外 就是他的舰桥 为什么要那么大 也就是说他这个 这个上面舰桥这么大 他相对占的 他的那个 基频的这个停机数 那就会比较少了 那基本上也不是这种 这种所谓的这种 核子动力的 所以这一艘出去的话 他的续航力有多少 那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他基本上 他这一艘航母 能够开拖远很重要 就是说他能不能够 离开印度洋 那么进入到 进入到太平洋这边过来 那这个就是要测试 他的性能了 那不过就是说 印度是非常非常 好大喜功的国家 在军事上 那可是什么都要 而且他跟印 他当时跟这个俄罗斯好的时候 很多都是跟俄罗斯 那边那边 另外就印度独立的时候 也想要继承大英帝国 过去在印度的一切 就是说印印度 喜马拉雅山 印度洋喜马拉雅山区的霸主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说 什么都要取得高规格 所以印度有这个航母 是老早就有的 然后他的战斗机系统 也是到米格 大概应该到米格 米格二十九 是相当 相当上 往上到三十五 他应该都有 所以印度 事实上的话 他在军备上 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的 好 还有一个这个讯息 我跟大家说 很有意思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个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 过去美国是退出的 美国那时候 跟以色列一起退出 但是美国最近 觉得想想不太对 他后悔了 他决定要重新加入 为什么呢 因为大陆留在里面 那你知道大陆 是很会交朋友的 后来赫然发现 大陆力量越来越大 当初也因为巴勒斯坦加入 这个美国就奋而 跟以色列手牵手退出 退出之后 这个钱就不缴了 总共到现在欠了6.19亿美元 那现在看他苗头不对 就证实当初的 这个想法冲动之下 是错误的嘛 因为中国不断的扩张 他们的这个决策权 这个声量权也越来越大 所以决定欠款缴一缴 要回来 但是我特别注意到 这个欠款 还要分期付款的去缴 以美国的国力来讲 真的很不甘不脆 欠了卡债 分期付款 要跟卡债集团协商 是不是 谢谢